牛樟枝是台灣獨有的原生真駿有森林紅寶石的美稱 加上市場價格居高不下因此引起不法人事蜘蛛 卓星和卓了派出所 兩名員警匯同了林務局兩位的技術士和護管員等五個人 他們埋伏 發現有一名男子徒步背著背包下山 看到警察也露出神色緊張 員警上前盤查 經過搜索之後起出兩包的牛樟枝 當場是人樟巨貨 而這個男子他沒有辦法抵賴了 就被帶回警察局申訊 牛樟枝是台灣獨有的原生真駿 有森林紅寶石美稱 加上市場價格居高不下 因此也引起不法人事蜘蛛 卓西以及卓了派出所當天 就派出了兩名員警匯同林務局 兩名技術士以及護管員等五人共同埋伏 發現一名男子徒步背著背包下山 見到警察出現神色緊張 遠景上前盤查 經過同意搜索之後 查出了兩包的牛樟枝 當場人樟巨貨 經同意搜索後 起出兩包牛樟枝 共267.26公克 作案工具 鐮刀一把 手電筒兩個 電池五個 及錯刀兩支 人樟巨貨 立即將攀嫌代反鎖偵辦 警訊後 依涉嫌森林法 現刑犯移送花蓮地檢署 日本局也呼籲民眾 森林屬於全體國民的資產 森林護管員會在林間裝設 紅外線照相機進行監測 針對盜罰熱點進行巡視 請民眾誤心存僥倖 證明潘信男子訊後 依照涉嫌森林法現刑犯移送花蓮地方 檢查署偵辦 記者高雙雙酌西鄉採訪報導